好來在地人在地前來到高雄阿倫的在行新村 有一間沒人大廣的老廚 這個大牛頂用滴公 經一個空冠茶 放冠冠 這個冠茶頂還有些燙 燙火燙的燙 雙雙看著這個冠茶真正會削一條 原來這是早期的方式 而且是放越冠越好 有生冠發財的意思 說在家裡放冠茶也可以添火燙 不過這都是早期的方式 不能來賣 在他們新村的基民是早年歲 兩種鐵鐵來臺灣的大廚禮包 這是新冠發財的濕縮 萬一說家裡面突然間有人往生的話 就是剛好會付棺材 放在那裡也叫生冠發財 其實出來放冠茶 中國工資營餅上 意思是貼燙 跟冠木有關的特別濕縮也有進行 從家裡上的東西分證好 然後紅色的抓在那裡叫作火包 裡面就有白過的火 鹽到秋葉子 要有這項東西 有棺材板 還有這個螞蟻 哪有用過的冠茶 皮革 麻衣 原來這是冰冬館來保客家人的濕縮 聽說這樣做出來的火包 可以哭嚇幾乎 冠茶對很多人來說是一種禁忌 不過有人說可以帶來好運 只能說民間各種的濕縮不一樣